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这个名字在娱乐圈中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 他的音乐才华和出色的演唱技巧 让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赢得无数粉丝的喜爱 然而周深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记得当时周深刚刚出道 面对镜头的青涩和紧张 如今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他的音乐之路并不停坦 但他从未放弃过 周深在音乐创作上非常用心 每一个音符 每一句歌词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他以独特的声音和情感表达方式打动了无数的心 然而周深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不断地挑战自己尝试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 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他的努力和坚持最终换来了今天的成功 如今周深在娱乐圈中的处境已经完全验证了当年李克勤的预言 李克勤曾经说过周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 他有很大的潜力 未来一定会更加出色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了现实 周深今天的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努力 更是李克勤的肯定和支持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周深的工作状态和他与音乐之间的故事 他以自己的音乐才华和不断挑战的精神 为我们带来无数感人的瞬间 网友们纷纷表示将还是老的辣 周深今天的成功离不开李克勤的预言和支持 让我们一起为周深和李克勤点赞 为他们的音乐之路喝彩 光明网直言 我们的歌虽然仅仅播出过半 却已然成为2019年年度最具爆款实力的综艺节目 这样的表扬不是没有由来的 根据大数据显示 在2019年12月15号播出的时候 我们的歌就已经位列同时段 各位是综艺排行榜榜首 直播关注度第一 节目的市场占有率自播出以来持续走高 虽然我们的歌首播是在2019年10月27号 但当时刚刚开播时 节目并没有呈现出爆款趋势 2.84%的收视率实在不温不火 尽管最终是周深和李克勤夺冠 但这档节目肖战立下的汗马功劳 同样不容置疑 到底是不是得战歌者得天下 除了顶流的加入之外 节目当中有哪些创新指的如此之高的收视率 是创新的赛制吗 我们的歌节目采用的是盲选搭档制度 平心而论 这种赛制观众并非头一次看到 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都是采用的导师盲选制度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好声音是盲选之后加入导师战队 选的选手也是知名度较低的年轻选手 而盲面唱将中节目更在乎的是明星评审团猜测盲面唱将的过程 注重的是反差感 而与前两者略微有些不同的是 我们的歌是新老歌手互相盲选组成搭档 其实在本质上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创新 再谈谈金曲改编 的确节目自开播以来不少改编作品屡屡出圈 例如肖战纳英的《跟着感觉走》 直接击穿了90后到60后三代千层 平心而论 第一金曲改编早就不是综艺节目里的新鲜玩意儿 像歌手的金曲改编并不少见 甚至更为出彩 二来所谓出圈的改编作品 实际上还是依托了演唱者的流量身份 但就歌曲本身而言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如果不是节目的赛制 是否是因为节目的嘉宾阵容呢 我们来看看 无论是纳英周华健还是任贤其费于清 这些华语乐坛老牌的顶级天王天后们 都不止一次的亮相各大音乐综艺 如果说是乐坛老将们靠唱歌实力 征服观众 引爆超高收视率 实在有些言过其实 毕竟对观众来说 这个阵容实在有些令人审美疲劳了 再看看年轻阵容呢 周深阿云嘎肖战都是自带流量粉丝的主 早在2018年的爆款音乐综艺升入人心中 周深和阿云嘎就曾带起超高节目口碑和收视率 再次同台打泪既增加看点 又能保证年轻歌手阵容的整体质量 现在再回头看节目的淘汰次序 其中的原委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因为综艺也得向收视率看齐 选手的歌唱实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淘汰顺序 看看选手阵容里任行其虽然贵为歌坛超剧 但他早已经转型到了影视咖 而且从任行其在其他综艺的表现也不难看出 实在没有什么综艺梗 对节目的收视率贡献实在不大 再看阿云嘎作为节目赞助商的代言人 背景实在太硬 而且本身实力强 严一家又有热度 至于肖战土土的当今顶流 先淘汰谁对还节目收视率和播放量更有利 不言而喻 虽然作为一档综艺我们的歌成功变身爆款出圈 但是对于其中折射出的华语乐坛 青黄不接的现状却着实令人尴尬 我们的歌到底是谁的歌 又到底是谁主导了我们的歌 是什么样的歌 代表着八九十年代港台歌坛的周华健 任贤其等老将黯然退场 也暗示着曾经华语乐坛的巅峰时代一去不回头 回顾节目阵容 除了曾经来客串一集节目的张绍涵 一个能打的终生代歌手都没有 到底是终生代歌手的出场费太贵 还是合适这个舞台的终生代歌手实在挑不出来 而新生代歌手阵容里 阿云嘎和肖战更是新兴人物 阿云嘎主攻音乐剧 对于肖战而言 严格来说他的音乐实力和其他专业歌手还有差距 当然这并不是其中几个肖战 或者几个阿云嘎的问题 华语乐坛的青黄不接甚至早就达成了大家的共识 还记得2000年到2008年 简直是8090后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各种新生代歌手不断涌现 周杰伦 林俊杰 王力宏 蔡依林 SHE 潘伯 韦伯 孙燕姿 梁静如 简直堪称神仙打架 那时候的华语乐坛用百家争鸣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如今数来数去能打的人屈指可数 新生代歌手有几个又是把心思正经铺在事业上的 为流量马首是瞻的情况下 大家都土红极一时却不想再创造历史 但无论如何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歌坛需要新鲜血液 都说新一代歌手成长需要时间 00后也要有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审美 正是因为观众还希望能够出现有足够实力培养音乐审美的歌手 所以才对目前的出道歌手如此包容 给他们以空间让他们去成长 可是他们到底能否有这个毅力 肯真正吃下功夫 真的是有那个心劲 不舒服于速流的流量生意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至少我们还能对此抱有美好的期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